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八章 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一步一步講 應該先從8.2來講 8.2 8.2來講什麼 8.2來講說是一個所謂的 Isolated System 那什麼叫做Isolated System 你學到目前為止就是第七章 有跟你講系統與位能 那時候就跟你講說你要 擴大你的系統去選擇 去找到什麼 找到完全符合牛頓力學 的一個系統 那時候才開始解決問題 再來後來我們講到 力換位能 位能換力 那時候有一個所謂的保守 conservative force 我們再來進到所謂的 能量的描述方式的時候 我們有所謂的 Isolated跟Non-isolated 那所謂Isolated是什麼意思 其實應該很簡單 意思就是說 反正在這個系統裡面 它的 機械能守恒 所以一句話來講 就是機械能 就這麼一句話 機械能守恒 那現在人家問說 那什麼叫做機械能 再來就要問 就是機械能為何 機械能它當然寫一個 E-mechanical 最後可能都寫一個 總能量而已 E-mechanical 那何為機械能 機械能其實是什麼 它是 使得你的系統 做運動的 的能量 就是使你系統或運動的能量 都叫做 機械能 那當然它就包括什麼 包括你之前所學到的動能 對不對 本身運動越快 能量越大 速度越快 你已經定義出一個動能 動能是什麼呢 就是二分之一的mv平方 你已經定義好 它有質量 質量是什麼 就叫做 那個冠量 所以你要讓 越大的冠量動 你的動能就要越大 然後呢 你讓它速度越 越大 你的動能就越大 所以第一個是動能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 就是 我們已經把 慢慢把那個環境 環境的因素 收到一個衛能 所以變成是系統 去感覺到它有衛能 所以全部都 整合到系統去了 那本來 衛能是環境的 環境給你的 譬如說這個 環境有一個重力 讓你會這樣 讓你會往下掉 這就是重力衛能 但是你現在慢慢的把這些環境 的東西 變成你看到的東西 所以你的 你的系統裡面有 動能 然後你有感受到衛能 再來還有什麼 還有反正就是 讓你會動的東西都可以 會動的東西是什麼勒 你還有沒有想到什麼 動能 衛能 還有什麼 彈性衛能 什麼衛能 通通都是衛能 還有沒有什麼能量 你覺得是 會讓你動的 會讓你動的 還有沒有什麼 還沒有什麼 你在書上看到一個 最後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最後在書上看到這個東西 內能 它內能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 Internal Energy 這個我想你們應該有標準答案 Internal Energy 什麼意思 內能 什麼意思 你們應該之前有 有學過這個內能 因為你們大概有 學過熱力學 那時候應該有 學過一點內能 什麼意思 大概什麼 應該有一個簡單的定義 不是嗎 你們那時候學的時候 蛤 熱力學 你們有學過不是嗎 有學一點點熱力學 蛤 那時候他不是會說 他系統的能量 他就說 這是系統的內能 他那時候怎麼解釋 他那時候就應該有一個簡單的解釋 那最後你發現到 他也是屬於什麼 屬於機械能的一種 那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 只要有系統 有運動 的能量 就叫做 機械能 就這麼簡單的定義 那所以 內能真的是什麼 你們那時候學的是什麼 其實是讓每一顆 氣體分子 它的能量增加 那氣體分子能量增加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這是速度變快而已 沒有什麼 他講 就是氣體分子的運動跑更快 對吧 沒錯吧 你加熱它的時候 氣體分子得到更大的 運動的動能 對不對 所以是讓氣體分子 運動的能量 就叫什麼 就叫做內能 那其實不只氣體分子 其實你加熱 譬如說你加熱人好了 一樣 當我熱到40度C 當然再上去就不行 熱到40度C 代表什麼 我身體裡面 每一個原子 都怎樣 都達到一個 什麼 它不是有一個 那個 thermal energy嗎 你們不是都會算嗎 這個thermal energy ETH 當你達到40度C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什麼 一個thermal energy thermal energy 就是kb乘上t 你的溫度 對不對 然後你身體會發光 你看不出來會發光 會發光 會發光 那光是什麼 就紅外線 每一個溫度 就每一個光 你如果把它燒到6000度C的時候 那就怎樣 發出什麼藍色光 紅色光 真的啊 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 氣體分子 就是你的每一顆原子在動啊 動得很厲害 就發光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在動的概念 就是internal energy OK 好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概念的話 那你就知道 能量手腕就只要考慮 這三種 機械能手腕 只要考慮這三種能 兩個就是 內能 內能就是什麼 就是因為有溫度 讓你的每一個原子分子都動起來的能量 好 然後再來就是 一般你講的那個衛能跟動能 好 那有了這個能量手腕的概念以後 第八點二章就很簡單啊 所謂的這個 isolated system 就是什麼 就是機械能手腕 那意思是什麼 data1 mechanical 要怎樣 要等於0 那後來我們就把它 寫成這個 系統的 總能量手腕 對不對 這其實是指 機械能手腕而已 機械能手腕 那總能量手腕 機械能手腕 概念 那總能量手腕 機械能手腕 概念出來以後呢 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計算了 所以 這個 目前你知道的能量 可能這樣 可能這個能量就是 只有這個 位能 加 這個 動能 動能應該一般寫k 然後 最多最多 就加一個 e internal 加一個 這個 internal energy而已 OK 那大部分是只有這兩個 所以 所謂的總能量手腕 就是 delta1 其實這個e就是 e mechanical 等於0 那後面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 這個 執行計算 執行一些計算 所以很簡單的概念出來了 這個 位能 跟 動能 然後再來怎樣 當然就可以 做能量互換 所以假設 假設 剛好怎樣 剛好你不考慮 每一個 這個 原子分子在那邊 運動 在震盪 或者是跑來跑去 反正熱能來了 你1的是震盪 因為你黏在身上每個原子震盪 or怎樣 or就是這個 真的運動 氣體分子就是跑來跑去 那這個東西都是e internal 那 假設這個等於0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 得到那個 位能加動能等於0 所以你的能量手腕的概念 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這個 這個 U1 U1 加上 K1 會等於什麼 等於U2 加上 K2 嘛 OK 相減 K2減K1 等於 加U2減U1 等於0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能量手腕 那接下來就是一些example 就是我怎麼利用能量手腕 來快速解決問題 那這我想你也會了 因為你在大概在那個高中的時候 都算過很多困難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問題都是很簡單的 譬如說 第一個問題 假設有一個小朋友啊 就在玩那個什麼 玩那個 叫什麼 那個叫做 水 溜滑 在這個水中的溜滑梯 然後 當它掉下來的 高度是H的時候啊 當它這樣掉下來 然後高度如果是H 那問你說最後它怎樣 它溜下來的速度 是多少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溜滑梯 只是這樣 只是改變你的運動方向 沒有什麼特別 改變運動方向 那實際上不能改變能量 能量還是守恆的 所以你最後還是 這個概念對不對 所以你就說 這個 總位能 最後怎樣 減少啦 減少 然後 被這個 動能吃掉啦 所以最後 變成2分之1mv平方 所以就很簡單 OK 然後再來 譬如說這個 這個 比較有名的就是這個 單白 對不對 單白 那為什麼它比較有名 就是 它就是在DEMO 所謂的 動能轉位能的概念啊 譬如說它會有一個最高點啊 最高點 最高點 假設是H 然後另外會有一個最低點啊 我們發現到它最高點的時候就不動 有點停在那邊 那時候當然就是轉彎啊 本來速度在這邊 然後最高點就是 變成0 然後要轉彎回來 所以那時候不動的 然後最低點的時候 動最快 這邊速度最快 1的是往右邊 或者是往左邊有一個速度 所以最後你也知道說這個 這個位能 轉換成動能 轉換成位能 甚至怎樣 中間任何一點 它的什麼 它的速度是大小多少 你也都會算 為什麼 因為你就知道說 你如果知道中間的位置高度是A 那你就是知道它的位能 變化多少 轉換成動能 就可以算出來 OK 所以這個都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問題 OK 再來 再來下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 當然也很簡單 不過就是比較有趣一點 怎麼樣有趣 我們來看一下 說假設 假設有一個 一個 英雄救美的故事 不然也可以 那個是 美女救英雄也可以 隨便啦 反正就是 一的是英雄救美 或者是美女救英雄就可以 那反正就有一個美女 或是有一個帥哥關在裡面 然後現在 這個柵欄呢 基本上怎樣 可以 可以這樣 可以把它拉開來 可以把它拉開來 那 可是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是說 這個柵欄呢 當然我們知道 英雄或者是美女 現在依序 現在的客觀條件 都是很瘦的 所以這個柵欄很重 沒有辦法 把它拉上 因為你最多 最厲害最厲害就是你的體重 拉不上 所以 肯定拉不上 那怎麼辦呢 這個 英雄或這個美女 他就這樣 他就是很有智慧了 現在在社會上 需要有智慧 他就 往上爬到一個 這個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就盪下來 然後最後呢 最後這個柵欄 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舉起來 舉起來 那要怎麼樣 怎麼樣實現 這個英雄救美呢 接下來就這樣 就要開始計算了 OK 好 所以呢你的 第一個概念是什麼 第二個概念就是 你已經有一個重力 對不對 M GH 現在我們先把這個 質量稍微定一下 假設這個柵欄 柵欄的質量是 M2 OK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英雄或這個美女的質量 是 M1 OK 那當然就是 M1怎樣 剛好是 小於 M2 所以 Supposedly 是 拉不起M2 沒辦法把它拉起來 OK 那所以呢 就需要有 其他的力量 所以 當你直接往下拉的時候 你就是 M1乘上G M1G的一個力量 你要怎麼樣大M2 其實 不難 就是 如果 你在那邊盪鞦韆 盪鞦韆的話 這時候 因為 你的速度本來在這裡 所以要轉成這個方向 那速度要轉向 就需要什麼 就需要有向心力 對不對 所以要有額外的力量 讓你轉向 好 那那個讓你轉向的力量 就會加上 原本你的重力 然後呢 一起來 克服什麼 克服這個柵欄力量 所以這個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 你需要有 另外一個力量 另外一個力量 就是 向心力 那那個向心力是什麼 就是 r分之 v平方嘛 所以你再加上一個 M1 然後再加上你要 盪鞦韆的這個什麼 這個高 這個高度 這個r分之 再加上你速度越快越好 所以你要盡量 爬高一點 爬高一點 速度會 下來會比較快 r分之v平方 然後最後呢 這些 這個 這個 這些 重力 怎樣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m2g 這時候你就這樣 可以把這個柵欄 往上 成功的 救了什麼 救了這個 俊男或者是美女 OK 所以 這個 只要動一點頭腦 在這個社會上是這樣 動一點頭腦 你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OK 好 那除了這個 這個 單白 是一個 很有名的這個 未能轉動能的概念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跟他很像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一起看 好 另外一個 這未能動能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 彈簧 剛好 在 原廠的時候 彈簧的 彈力剛好是0 彈力是0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發現到 速度是最大 當然要怎麼樣啟動它 就是這樣 你要先把它拉起來 先把它拉 拉一個長度 然後呢 把它放開 它才可以這樣 往右邊 往左邊 開始震盪 那一樣 它在 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 變成彈性未能 彈性未能 這邊 2分之1 k 然後你生長 這是生長量 不是總長量 2分之1 kx平方 就是它的能量 然後 未能 最後會轉換成這邊的動能 就跟這邊的未能是一樣 這邊的 重力未能是mgh 所以這跟 彈性的未能是一樣 那你看到它在這邊 左右震盪 震盪 那就一樣是 動能轉未能 這樣的概念 OK 那後面有一個example 這個我想你也很熟悉的 他說 假設有一個 球 這個應該很簡單對不對 這你們應該解很多次吧 一個球掉下來的問題 因為 因為這個能量手 我想你比較熟悉 所以 可能 不太需要講得很仔細 就是 大家比較熟的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 用剛剛的概念就是 你沒有internal energy 不考慮這個 這個內能 那你就是 把動能跟位能 互相轉換 來考慮就好 所以 假設有一個 這個球 然後 掉下來一個軌道對不對 那這個球原本有一個高度 它要 越高就位能越大 然後最後如果怎樣 如果它 這個 掉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然後你會怎樣 你會想要問說 它的 它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多大 然後它的這個 作用在牆壁上 因為 因為 這個是這樣 這個是牆壁 對不對 這個牆壁 這個圓形的一個牆壁 然後它在那邊 繞圈圈 它繞圈圈 它沒有掉下來 它肯定要比它的重力 比這個原本的重力加速度還要來的大 所以你可以猜測答案 第一個 首先概念就是 它的加速度 它的AR 一定要至少要大於它的 這個重力的一個加速度 它才可以這樣 它才可以這個 繞圈圈的時候 沒有掉下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樣就會掉下來 OK 所以你可以講 可以用能量守恆 第一個首先就是 知道 它掉下來多高 然後它就可以轉換成它的速度 所以 它說假設它的原本高度是3.5倍的R 然後後來 掉下來 變成這樣 變成2倍的R高度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mgh 對不對 mgh 然後h就是什麼 掉下來1.5倍的R 然後就等於2分之1倍的mv平方 馬上可以算出它的速度 就是根號3倍的g乘上R 這很簡單 然後再來它就問你說 那它到底 作用在這個牆壁上的力大小多少 那很簡單嘛 就是基本上就會有一個重力 然後跟什麼 跟另外一個就是 向心力 那 當然如果它沒有掉下來代表什麼 代表它速度很快 它的向心力要更大 所以它向心力可能這樣 比它還要大 那為什麼會更大呢 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牆壁有這樣 提供一個這個正向重力 加上了重力 最後這樣 就會變成整個向心力 所以這個很簡單 就是你去隨便算一下 就是F 最後怎樣 等於 這個質量乘上什麼 乘上R分之V平方 對不對 R分之V平方 就是3倍的g乘上R 對不對 然後最後怎樣 再減掉 原本的這個mg 所以最後就是牆壁要給你的那個 正向力 往下 兩倍的mg ok 所以這邊題目都很簡單 就是 反正就是 動能轉位能 位能轉動能 那它的 它的 requirement 它的要求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系統必須要在什麼 在 這個 能量守恆 所以 反正你算 算8.2 都是指 能量守恆 那能量守恆的系統 我們就叫什麼 叫做 isolated isolated 是什麼 所以這個isolated 是用能量來定義的 所以你學到目前為止就是 一開始學 系統 跟環境 好 那你要 找到一個系統 在裡面牛頓女學是正確的 才能開始計算 好 再來呢 再來你學到什麼 學到 保守力 那保守力就是 反正它概念上就是 你 你這個力作用到這邊 對不對 然後呢 走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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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怎樣 做工都一樣 保守力 那反過來你繞一圈回來 好 做工等於0 就是保守力 那保守力也沒什麼 就是 教你計算 用力來換成衛能 衛能 衛能來換成力 那它 最主要的 引進的新的概念就是 那個 gradient gradient 要會算 考試也會考 好 低度運算 好 那最簡單當然是一圍 一圍當然就是 出的機率會比較低 對不對 太簡單 一圍的計算 機會就搞定 OK 好 好 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講到能量 那講到能量以後就會講說 你這個系統 是不是自給自足 好 那自給自足 你要說 那這個能量總是有一大堆的沒有能量 我們等一下就要講了 那到底是哪些能量自給自足 我們就說 讓物體運動的那個能量 好 那你就要搞清楚 讓物體運動的能量有哪些啊 對不對 那一個就是你已經學過了機械衛能 然後分動能 那再來就是新的概念就是 氣體分子在跑 那個我們叫做內能 OK 那這些能量守恆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孤立系統 Isolated 孤立系統 OK OK OK